跨年进入倒数了 你有要参加任何的跨年活动吗 提醒你一定要注意 因为跨年通常不是看演唱会 就是看烟火吗 一场一战恐怕就要好几个小时 可能会引发下背痛 医生说了 成敌人有60%到80% 都有下背痛的经验 不过因为病因不容易诊断 如果说是脊椎小面关节炎 它没有及时治疗 除了疼痛之外 严重还会造成脊椎滑脱 脊椎退化 甚至压迫到神经 影响运动功能 一定要特别留意 你不累你的背很累 年底的跨年晚会 准备好从下班之后 还到隔天了吗 小心你的背 久战狂欢要抗议了 根据北一表示 有60%到80%的民众 都曾经有过下背痛的经验 像这位40岁的杨先生 以前是橄榄球选手 退役转老师 10年前开始出现了下背痛的症状 求诊多年 杨先生都没能找出病因 在两年前才确诊是脊椎小面关节炎 并接受持证导航超音波热治疗 才没有复发 医生表示下背痛很难找出真正的病因 大多会到不同科别求诊 假如延误治疗 严重会影响运动功能 当然如果说疼痛超过两个礼拜 这时候可能就要考虑就医 后面退化到严重程度的时候 会压迫神经 那时候就会产生更糟的 就是神经瘫痪 那就无法行走 然后就会长期卧床 医生建议参加跨年晚会等 需要九站的活动 借每站一个小时就动一动身体伸展一下 最好可以攜带椅座才能避免一时玩乐 把下背给伤了 华时新闻 所以明镜正杰台北报道